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集齐三块上古神器 并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OK 驯服成功 下面还有一只 呦 没打中 看来得重新找个好位置 这里好像太远了点 而且角度也不怎么好 诶 竟然打中了 我去 什么情况啊 那只集齐怎么飞起来了 它好像是走到了一个喷泉的上面 下去看看 就这玩意儿有那么大的力量 这不就是一个简单的臭水沟吗 真没想到啊 这么一个小小的喷泉 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直接把我给送上了天 正好我可以在空中继续寻找我的目标 先找到一个落脚点 哎呦 前面还有只脊背龙 我得落到高处 可千万不能被它给逮住了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有只受伤的翼特龙 想要捕食我的目标 看来这只刺灭龙保不住了 哟 可以啊 它竟然打赢了 来 这么强的刺灭龙 以后就是我的了 瞄准 先给它来一发 哎呦呦呦呦呦 这家伙打得也太远了吧 我们先用这个大石头做掩护 它好像追过来了 来呀 你还能爬上来不成 真的是 哇 对不起 对不起 救命啊 赶紧溜 赶紧溜 哇 这家伙把我当靶子打呢 你还记不记得一招 从听而降的长法 是已经失传的如来神掌 啊 没没没 没那么夸张啊 还是得站在高处才更有把握 找一找刚才那只刺灭龙 看到了 OK 成功打晕 不过在下去之前 我可以顺便将疾背龙也打晕了 不然的话 这家伙可是很危险的 它发现我了 这你还敢过来 它被石头给挡住了 再找找看 哼 我看到了它的尾巴 你还以为我看不见你呢 它似乎意识到了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直接就开溜了 算你小子跑得快 OK 赶紧去给地上的赤灭龙喂吃的 再耽误时间 它就该醒了 我的刺灭龙军团正在逐步扩大 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要帮助采取夺回身体 最保险的方式 就是要有一只风神翼龙 用来抵抗沙漠泰坦的兽群 而风神翼龙在这个世界 我并没有找到 所以我想要回到四号世界 去将进风给带过来 但是如果这一次再回到六号世界 罗克威尔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我离开了 因此我需要尽快合成森林之水 如果我能将腐化女人的腐化状态解除 那么我应该能从腐化女人那里了解到更多罗克威尔的秘密 因为腐化人是有记忆的 这个结论从我之前的腐化经历就能得出 所以下一步我要前往腐化区域 大杀腐化龙 我们来到了腐化区 这里的树木几乎全部干枯 除了一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仙人掌 很难再见到其他的绿色 凌峰 我们去搞定腐化龙 获取他们的心脏 正好 有空投物资 那里将会是腐化龙的聚集地 凌峰 我们直接去守空投 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是一个红色的空投箱 不知道里面的物资和蓝色的有什么区别 能量护盾已经开启 接下来我要在他们攻破护盾之前 建造一个刺灭龙炮塔平台 位置就选在空投箱的旁边 霸神 出来吧 圈外面的就交给你了 我去 什么情况 才这么一会儿 防护盾就被打碎了 到底是这个护盾太脆弱 还是腐化龙的进攻太猛 霸神 消灭他们 现在腐化龙由霸神顶着 我可以趁机建好刺灭龙炮塔平台 此时 第二波的腐化龙进攻已经开始 天呐 怎么全是大型腐化龙 而且 他们瞬间就将我的地基给毁坏了 我的十只刺灭龙 甚至找不到用武之地 看来这个红色空投 我是很难拿下来了 不过这些腐化心脏 倒是一个都别想跑 不过这些人 不过 没有 这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